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喜宣布有一个叫陆雨淳的人 你知道吗 陆雨淳 我总感觉这件事 有点不对劲 她可能跟林颂凡 有直接关系 她来这里上班 究竟是不是有一定的目的 雨晨 就是我的真经济 你还不知道啊 我 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熟悉 我要开始恢复了 完全恢复了 完全恢复了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欧阳江海那么难渴的骨头 都被你拿下了 还打扰富山集团内部做调查 可以啊 女中豪杰 我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回头好好谢谢人家金律师 没有她的帮助也不可能这么顺利 金律师 她后来为什么愿意帮咱们 她之前帮欧阳江海打了一个官司 帮欧阳江海洗刷了走私的罪名 所以我们之前找她的时候 她才那么吞吞吐吐 等你身体好彻底了 我们找她一趟 这事得抓紧了 雨晨我有一个想法 你说 我恢复的这件事情 除了你我不想让第二个人知道 为什么 两个原因 第一个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我这次受伤 和唐富山是脱不开干系的 所以一旦他们知道我恢复了 必然还有其他的行动来针对我 我隐隐约约记得 我在医院的时候 曹文庆来看过 曹文庆来找过你 是的 只不过我现在记得不到清楚 我现在 脑子的记忆湿而模糊 湿而清楚 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来恢复 但是曹文庆来找我这件事情 在我印象里很清楚 你失忆 曹文庆来探一下虚实 这也说得通 是啊 这只是原因失忆 还有呢 悠悠 悠悠怎么了 悠悠之前一直追问我和唐富山的事情 我骗了她 我跟她说 唐富山是我在孤儿院时候的一个资助人 后来悠悠发现我撒了谎 所以那时候 我一直心神不宁 总是有事 所以你不想让悠悠知道 你已经恢复记忆 然后把手头这些事情抓紧做完 坦白讲 我自己都不知道恢复好了之后 该怎么去面对她 你的想法 我是支持你的 可是我要提醒你啊 这假装失忆这事 万一有什么失误的话 唐富山那边还好说 悠悠这 她会很伤心的 你 你 你不是一直都很反对我跟悠悠在一起吗 怎么转变了 林宋凡 你知不知道悠悠有多担心你啊 借我回头再跟你说 反正她是把我给感动了 悠悠是个好姑娘 咱们赶紧把手头这些事情做做完 我就希望你们俩可以在一块儿 踏踏实实地过自己的小日子 来 来 对了 你刚刚说 在医院说什么来着 你和那个刘大良 还生死别离的 关你屁事啊 你和那个刘大良 你和那个刘大良 还生死别离的 来 来 比赛总算结束了 我不高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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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想你就是不开心 我当然不开心了 我准备了这么久 我居然连八强都没进 太丢了 这虽然是一个大学的比赛 但毕竟是全国性的呀 打成这样不错了 还好我哥没来看 不然他又好笑伙我了 怎么了 吓你哥了 还真是 正常 从我见你们第一眼就知道 你们是见面掐一分开 绝对想的那种 我这么温柔然 我才不和他掐呢 温柔 我怎么没看出来 你找打吧唐家医 错了 错了 不过他去机场我都没去送他 你没送他 那谁送的呀 陆雨淳呗 我看他俩那种情况啊 我想我就别去当电灯泡了 当时不觉得 现在想想还挺难过的 难过什么呀 难过我哥走了呗 来 我家的情况和你说过 从小到大 我们俩几乎天天见面 天天见面呀 你有没有试过和一个人天天见面呀 当初就是因为他担心 我在外地上学 所以他才来开店 现在他走了 家里空荡荡的 就我一个人 孤独 不是 怎么能是你一个人哪 这不由我呢吗 你说什么呢 我说 这不由我陪在你身边吗 那能一样吗 怎么不能啊 我敢保证 我会比你哥做得更出色 为什么 因为 你哥肯定会有喜欢的人 对吧 而我只喜欢你哥 这话你都能想出来 在想什么 没想什么 有心事 我都说了没想什么 没什么事 就是在想 李千山那件事 李千山的事 不是已经过去了吗 所以我得反思啊 我上次去找那个剑邦 真的有点太貌似了 正常 正常吗 有些事情呢 有些事情呢 是天生的 比如 你的气质 而有些事 是在生活里面慢慢学习的 就好像勾心斗角 人情世故 是 反正 反正 我一想起那个人 说我特智呢 我就特生气 你还在上学 不是吗 有些事情啊 是需要经验累积的 你看到的人 看到的事 很多时候 都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世间的事复杂得很啊 那你也一样吗 你认为是就是 爸 你这么些年 有没有做过 让你特后悔的事 后悔的事 没有 没有 水光烈焰情方好 山色丰盟隐情 绿把西湖比西紫 淡妆浓膜总相宜 哎 就像我们的大诗人 苏东坡的诗里边 所形容的 咱们这西湖 山虽然不高 但是 威艺清秀 水虽然不深 可是呢 风格夺姿 形成了一种 自然与人文景观 混然一体的景色 啊 你看 这山外有山 湖中有湖 景外有景啊 这就是我们西湖 与众不同的景色 各位 请向右手边看去 那边有栋小屋 有没有看到 哦 看到了 看到了 在介绍完了 传统的西湖实景之后呢 要跟各位 介绍一个小故事 这个故事呢 就发生在这栋小屋里面 故事的主人公 他是一个年轻 漂亮的龙雅姑娘 喜欢画画 喜欢在西湖边上画画 画什么呢 画着 她的生命 画着她的感情 画着 属于她的幸福 对 她的 大梁哥和爸爸 都去追求他们的理想了 我很想念他们 希望他们一切都好 爸爸 其实我知道 你那么匆匆离开 是为了什么 我从小到大 妈妈 一直好好地保护着我 怕我受到伤害 大家 也都对我很好 你们所想的 所做的 我都很感激 爸爸 等你想我了 就回来 看看我和妈妈吧 你终于醒了 我担心死了 你为什么一个人跑出去 还被撞了 那天我头有点痛 我就想出去走走 结果没想到就 你以后要听我的话 不许再单独出去了 我煲的汤 要不要尝尝 好啊 怎么了 没事 这些天 你要乖乖养伤 等到记忆完全恢复了 彻底好起来 喂 喂 凤凡 你怎么办 东西拿到了 欧阳江海提供的那份录音带 我拿到了 是吗 太好了 一春啊 我现在不方便 一晃过去找你 我明白 要不我过去一趟方便聊吧 怎么了 悠悠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 记起以前的事了 你是不是觉得我打电话 和以前的有些习惯有点像 我喂你 你妈 有其他对 你真的要去做什么啊 你不是 我说来 你只好 描述这个 肯定了 可能 对你 恢复记忆有帮助 她还说什么呢 其实我也在想 要是经过这次撞击之后 我的记忆能一下恢复起来该多好 没想到我和医生想到一起去了 要是 真能这样 就和那句话 是一样的了 什么一样 唯有 历经磨难苦楚 方能得到最美好的事物 什么意思 唯有 历经 磨难苦楚 方能得到最美好的事物 不明白 为什么 要骗我 悠悠 我没有骗你 你明明 在和雨淳说你们的事情 你明明 已经记起过去的事了 为什么还要骗我 我 我真的没有记起来 你说 你看不懂这句话 那你刚才在犹豫什么 那你刚才在犹豫什么 我为你做了那么多事情 就是为了让你醒过来 可你醒过来了 记起以前的事了 可为什么却瞒着我 是为了认真正呢 可皆是尊严的 我以后一定会给你解释的 我这样做是为了你好 你每次都这么说 你每次都骗我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不能坦诚相对呢 我 用心对你 可你就这样对我吗 怎么回事啊 她知道了 失忆的事情啊 那赶紧追啊 算了 先把陶伯珊的事情处理好吧 对了你那边的事情怎么样了 这可不像你啊 林宋凡 她以后会理解了 以后 以后是什么时候啊 悠悠真的为你做了很多事情 如果说这个世界上谁最爱你 那肯定就是沈悠悠 以前你说瞒着她 我觉得还说得过去 可现在她都已经知道了 你应该去跟她解释清楚 解释 你要我怎么解释 难道我去跟每一个人解释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做噩梦 天天晚上梦见我爸 从天哪儿上跳下来 解释我为什么要把那个 腾富山王八蛋给他送进监狱 解释为什么我爱着悠悠窃 要瞒着她什么都不能跟她讲 是这样吗 你要跟她解释 你瞒着她是有原因的 解释你是爱她的 快去呀 去 快去 悠悠 悠悠 有些事情我必须跟你解释一下 解释什么 你和我在一起 就是为了调查唐双数的事吗 悠悠你为什么这么想 你 在利用我 不是这样的 那是怎么样的 悠悠 有些事情我没有告诉你 那是因为是我自己的私事 我不想让你知道 我不想让你知道我恢复记忆 是因为我不想让你陷入到 不必要的麻烦中了 但你不能觉得 我对你的爱之是一种利用 就是利用 我不知道 你和唐叔叔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 可我觉得 他是比你更坦诚的人 你说他真诚 他跟你说什么了 你还想利用我 利用 你口口声声都说利用 你根本不了解我 你把我看成什么样子了 这些 这些都是唐夫长给你灌赏罪吗 我告诉你悠悠 这个仇恨我绝对不会放下的 他欠我父亲的血账 我一定让他还回来 在这件事我没有错 永远都没错 如果你觉得我放不下这个事情 觉得我是在利用你 我告诉你 你会失望的 你会失望的 悠悠 我和你再也继续得累了 我不会再利用你了 不会的 我要去做我自己该做的事情 我要去做我自己该做的事情 你是说复仇 是我自己的事情跟你没关系 我不想 再见到你了 保重 保重 好 苏凡 真的没有必要这样 我也不想这样 你好好跟他说呀 你说那些气话干什么呀 我是不想再伤害他 大哥 你已经伤害他了 长痛不如短痛 现在不跟他说 以后只会更痛苦 就当让彼此都冷静一点时间吧 你说这老天爷 怎么让你们俩在一块儿了呢 我现在只有权利以赴 把我的事情解决了 也许我们还有在一起的可能 行 都随你 我想看看那些证据 这两天你状态也不好 先好好休息 我明儿再来 我明儿再来 这两天你状态也不好 就好 悠悠啊回来了 来 怎么了 闹别扭了 我和林宋帆没有关系了 怎么可以这么想呢 宋帆在康复期间 附山 今天有没有空啊 没空 怎么了 我去接你 一块儿去看电影 算了吧 现在电影院都是年轻人爱看的电影 这些没我们这年龄的 我 我不看了 今天我们看的电影啊 可不是年轻人爱看的 是吗 市里现在有一个老电影的放映活动 专门放我们那个时候的电影 非常好 可是专门为咱们射的 真的 我快到你楼下了 你收拾一下就下来 我等你 那好吧 福战 你怎么想到请我来看电影了 那么多老电影 这样的电影院居然还放那么多老电影啊 可以怀念一下我们的过去 老实怀念怀念 是不是我真的老了 你没老 叔叔 阿姨 小乐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小乐 我跟家姨一起来了 家姨你也在 小乐 你们俩怎么也习惯看老电影啊 家姨说老电影好看 那太好了 正好难得 我们四个人一块看电影了 是啊 好呀 好呀 我同意 小乐 我突然想起来 我还有点事 要不咱改天吧 你怎么突然有事了 你不是说好了今天陪我的吗 家姨啊 难得的 咱们就一块看吧 对呀 有什么事晚点再办吧 我们去买票 一起看 好 爸 怎么回事啊 不是 你不觉得咱们四个一起看电影 有点怪吗 不觉得 多好呀 不是 我浑身不舒服 痒 不是 你哪儿痒 我帮你挠一挠 你挠也没用 你要非逼我看的话 我就现场晕到了 毛病多 选一下位置吧 气排行吗 后面 阿姨 叔叔 那个 嘉姨确实有事 都怪我 主要是今天 非把她拉来 看不成了 没关系 那下次有空 我们再一起看吧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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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先走了 去吧 拜拜 叔叔阿姨 去吧 我们走了 走吧 你看这孩子 算了 算了 嘉姨不错啊 有机会再看吧 来 我们来看 大梁 你来北京也有一段时间了 这边客人对你的评价很高 那谢谢陶总栽培 也要谢谢这些客人 能够捧我的场合 其实我是想知道 这段时间你自己的感觉怎么样 我的感觉 弯固的 我是想长期跟你合作 陶总 这份合同你看一下 我觉得有了它你会更踏实一些 以后啊就可以撒开手干了 我看一下陶总 这是十年的合同 不过我相信 你你的能力还有我们的诚意 我们一定还会续约的 不是 陶总这个 十年啊 你不用马上回答我 还是先回去看一下吧 好 那我先看看 先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好 谢谢陶总 陆宇春 你再给刘大梁打电话 就是王八蛋 去吧 亮 moderate 来工资一趟 有事交给你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证据太好了 金律师说了 这是一件非常有利的证据 对我们很重要 欧阳江海还说 如果需要他 他可以出庭作证 我们现在必须要坚持到最后一步 给唐富山致命一期 宇春 唐富山不是个小人物 他还是有头有脸的 所以越是这样我们越要稳得住 我们必须要把媒体的力量发挥出来 先将富山集团置于风口浪尖上 然后再步步为营 不给他分盘的机会 好 我回头跟金律师再商议一下 辛苦你了 你跟我还说这个 既然做得也差不多了 就从富山集团撤了吧 别再给他们留下什么把柄 再等一等吧 现在还不是离开的时候 富山集团还有需要我盯的东西 再进去可就没有这么容易了 小心啊 还要把这个绿带保留好 放心吧 把东西搁我这儿 唐富山再聪明也想不到 放心吧 我还真搞不懂你啊 你跟你爸的关系也太山路十八弯了吧 不是 你不觉得我们四个在一起看电影很古怪吗 没有啊 一个是我爸 一个是我爸前女友 一个是我 一个是我女朋友 是不是有点太壮观了 多温馨啊 那你心里温馨的画面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跟你在一起做什么 我都最温馨 真的呀 那还差不多 小乐 我还有点事 要不你先上去 什么事啊 放心吧 指定不是坏事 我报上事给你打电话啊 什么情况啊你 我来得到地方 也算是什么 我去 我 有吗 你 那还是 小了 什么意思 哥 这一次是真小了 这是说 他已经恢复记忆了 我亲耳听见 他跟陆宇春谈论福山集团的事 他们说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程序 然后 如何如何 这躺福山有死地 那会是什么呢 咱们为什么不看着林颂帆 把唐福山给办了 我跟你说 林颂帆和陆宇春 是两个有勇无谋的人 尤其是林颂帆 林颂帆心里装满的仇恨 就这一点 让他就没有办法冷静 你想啊 一个不冷静的人 能做什么大事呢 哥 我还是没明白 如果唐福山完全知道了林颂帆的计划 包括林颂帆手里掌握的证据 唐福山 会放过林颂帆吗 到时候如果唐福山出面了林颂帆的火 到那时候 林颂帆啊 自身都难保 和谈得上其他的 你怎么办 你怎么了你 我没事 这眉毛都拧成一股伤了 真没事 我给你两个选择 一 告诉我 二 还是告诉我 小乐 我真没事 就是情绪有点低落 你又不来大姨妈 你低落个屁啊你 不是 你 还中 你就欺负我吧你就 不是咱俩谁欺负谁啊 说好了一块来的 结果你扭头就走 现在又在这儿扮沉寺状 你干吗呀你 满意了吗 真丑 别生气了大小姐 我错了 给你按摩行不行 这你搁着一走啊 你就吆喝我吧 这还差不多 力道怎么样 这边使点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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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再使点劲 来 吃点水果 嗯 给 来 美云 这季好像胖了 有吗 那我以后得少吃点喽 胖点好 是吧 我就觉得最近我 吃特别多 胃口特别好 天气冷了 吃薄一点 就不冷了 嗯 怎么了 没什么 把人吃丢了 去下卫生间 你 曹文青你这个怀的 你其实是一套副 你已经见你了 你已经很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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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抓紧时间了你 我不一直在抓紧时间了 你 我肚子都大了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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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我知道 就快了 你再撑一段时间好不好 你想气死我是吧 唐富山那个老狐狸又不是不知道 万一他知道怎么办 我死了无所谓那孩子怎么办 好 媛媛 媛媛 别生气啊 借了我点时间 别生气 你生气对孩子不好 那你就别让我生气 哪有最好还有一台飞人玩的东西 那用现在的话叫做 狠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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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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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喝喝喝 别碰我 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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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誰啊甩 給我打電話了 真是稀可 你美味啊 淳姐 我是舅 我一直也沒敢忘了你啊 是嗎 最近好嗎 你少那麼虛偽 你才走幾天啊 最近什麼最近 我告訴你 沒有你煩我 我特別舒服 那就好 我說 你在北京都幹什麼呢 這聲音聽上去 這有點有點不對勁啊 沒有啊 我挺好的啊 真的 你看我現在那個 不用自己進貨了 然後也不用自己打掃尾聲 我們這兒材料全都是進口的 就以前我沒有嘗試過那些樣式 我現在都可以嘗試去做 特別好的 你放心吧 劉大良 我有沒有告訴你 我不喜歡瘦子 你要變瘦了 別回來見我 向純潔保證 肯定養得白白胖胖 真乖 那個 那個 悠悠怎麼樣 挺好的啊 真的 不信你打飛機回來 我謝謝你啊 少臭片 我不跟你說我睡了 好 悠悠 看到我了嗎悠悠 看見了 我很開心 今天怎麼沒去畫廊啊 今天怎麼沒去畫廊啊 今天休息 你挺好的 我挺好的 都是故的 你那邊很冷 一定要多穿點衣服 我知道 悠悠 沒想到 沒想到 我跟你是 這種方式聊天 我覺得也是 那個 林宋帆怎麼樣了 你要照顧你自己 別光只顧照顧她 悠悠 你怎麼了不開心啊 大良哥 你什麼時候回來啊 我 不是悠悠發生什麼事 有事我馬上回去啊 你去忙吧 我要去畫廊了 悠悠 有什麼事兒 你一定要告訴我 有什麼事兒 你一定要告訴我